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那麼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我給大家一個告誡 這個是我在單排 不要看到我遇到同個戰隊 也是運氣好遇到的 那這一場是一個單排阿姆的實戰解說 你可以看到對方的池上 是一個銅牌 你可以看到我在選角的時候一開始 我不知道他這個銅牌我就跟隊友講 完蛋了 對方選一個池上來克制我 結果一看一個魚猴 這魚猴感覺是蠻強的 因為都專精再又全服第六 就配一個銅牌阿姆 導致整個戰局不知變數 但我也不知道 這個不是銅牌阿姆 銅牌池上 那我一開始不太知道銅牌池上的實力是怎麼樣 反正先尬一顆中距離 穩穩近再說 那記得阿姆第一球如果干擾 基本上都會滾出來 所以如果你防守阿姆記得一定要去 去干擾他 好我們準備迎接著對方第一次魚猴跳 那這邊的猴子剛才已經用跳的跳步 所以CD還沒好 這邊的話花形虎視丹丹阿 I got you Who is your daddy 這就是我們戰隊名的來源阿 那因為阿面對到池上阿不太知道怎麼晃倒他阿 因為他池上阿他有一個被動是很強的 不太容易被晃倒 那我這邊呢 直接一個小人物上來被抓到 這一場算智障阿本來想要偷個分 嚇一下對方阿結果還是被抓到 對方的猴子這邊跳步失敗 把球傳出去給魚柱 魚柱想要自己尬 這時候猴子跌倒 但我看到遠方的花形 沒人防守球彈得出來 哇 結果籃板的被猴子搶到 哇 是咖把連跳都沒跳 這是我的疏忽 連猴子都搶到 沒道理我等一下沒辦法搶到 這一球被猴子投進去了 遇到池上阿阿牧打起來就會比較 綁手綁腳的 可以看他們還是蠻聰明的 這要換位 可是這個時候我發現 奇怪 池上好像蠻容易跌倒的樣子 所以我之後發現 哇靠 這個池上是技能沒點還是怎麼樣 他超容易被晃倒的 那現在時間剩下5秒 只好直接一個 帝王牆頭 先投進這一球再說 分數先給他穩穩拿下來 其實剛剛在投帝王牆頭的時候 壓力是很大的 每次都在祈禱 蓋我吧 蓋我吧 那猴子這個跳扣花形 我覺得他跳的時間點是差不多 但他可能站得太出來一點點 那我這邊一晃 我看到了對方池上跌倒了 當下我嚇到一個 因為我當時是嚇到你知道嗎 所以不然我就直接給他一個第三 因為突然嚇到所以趕快多按一下 直接衝到欄下 差點被扒掉 那這邊的猴子也是用後側 直接讓我跪在地上叫爸爸 誰是你爸爸 這邊又跌倒了 直接給你一個第三 有沒有看到 最怕我幹媽的 怎麼連續晃兩次都跌倒 這個池上怎麼卡丘 怎麼這麼沒軟Q啊 那魚住呢 不是 赤木搶下這個籃板 當下我就覺得有希望 又跌倒了 可惜我沒能量啊 不然就弄死他 那沒關係 這邊賺一個助攻能量更多 這個時候我知道啊 這個池上怎麼紙糊的啊 天賦都沒點啊 為了選池上而選池上啊 這樣真的是很糟糕啊 我覺得啊 與其這樣啊 還不如選你自己會的角色啊 因為池上啊是一個啊 上限很高啊 下限也可以很高的人啊 但一般做直銷啊都是啊 上限很多下限沒半格 目前比數啊已經領先了7分啊 那這個魚猴配 欸這個猴子是太早跳 所以才這樣 哇他直接果斷選擇 判地拔衝啊 這個猴子 全服第六怎麼會跳扣 跳這麼多次都 失敗蠻多次的啊 欸花嫌的把球傳給我 這時候池上在我後面 我覺得我可以試試看 拔一顆啊剛剛那個位置 好啦不過沒關係 哇這一球呢 被魚住給擋下來 猴子拿到球之後 欸這個大刀開起來完了完了 哇本來想說 衝過去給他帝王蓋帽 給他蓋一下的 結果我發現根本來不及 想說算了省下來好了 那我發現了對方啊 好像都很容易晃倒 所以我就一直晃一直晃 開始一直晃啊 晃了站著 欸又有人跌倒了 可惜我的位置站太裡面了 不然啊就來給他一個啊 帝王三分 好啦這個能量現在算蠻多的啊 慢慢穩扎穩打的頭啊 還行啊 就用這一招啊吃定他們啊 就像啊女女朋友一樣啊 吃定你 這個禮拜內都不會跟他分手啊 好啦猴子這個慢扣啊 被我蒙到 我再把他蓋下來 這猴子一定啊 心裡啊大受打擊啊 內心陰影啊至少有95% 啊這時常又跌倒了 靠邊 我當下沒有滑出去啊 好這件心臟很大顆喔 因為我直接用變換跳頭 結果呢好算了 反正如果剛剛帝王強頭 還會浪費一個大招 那這個大刀直接省一顆啊 開心省啊 哇隊友又把猴子蓋下來了 這時候全力衝刺 撿到這個籃板啊 太舒服啦 花形那邊哇 魚住打垮他們 幹走了花形這一顆球啊 這時候這一球 池上在遠遠的地方 中距離投進啊 不過也沒關係啊 剛剛那個花形啊 表現的已經算很不錯啦 他幫助我啊 蓋掉很多猴子啊 他現在進入一個 池上可能會有大招的一個時刻 哎呦 我剛這麼想而已啊 池上就直接把我球抄掉 不過沒關係 再把球拿回來 哇 猴子這個撈月行啊 哇 這個對方怎麼突然好像狂追 哇 現在追到剩一分差啊 原本啊還領先七分啊 不行不行不行 這時候啊 這個帝王先生又要出來啦 快啊快啊 誰啊 哪一個人啊 快來給我晃倒一下 池上就你啦 但他現在很聰明啊 他走到我後面啊 我再晃一次 哎呀完蛋糟糕 直接帝王牆頭 摸到你就死了 漂亮 我這 到了這麼後面啊 能量都還沒用 還敢來碰我的小手手啊 不過剛那球真的是啊 運氣好 那猴子這邊突然後撤 哇 沒追到 哇這邊又被他投進啊 這個是我的鍋啊 因為啊通常啊 裡面兩個內線去蓋那個快慢扣就好 那我呢就負責啊去跟他後撤 結果呢 這個後撤居然沒跟到 哇 誰 誰直接把花形的技能蓋下來 太猛了吧 我剛剛一個回放啊 居然是池上的蒙眼主攻啊 那我這邊的帝王牆頭沒人蓋 不過呢 剩下時間還有 還剩下11秒 那領先三分 應該是沒問題 猴子拔一個中距離三分 啊不是空位三分了 好啦現在妥妥蕩蕩蕩啦 沒問題啦 那我覺得這個池上這一場表現的啊 真滴不好 不咋滴啊不咋滴 我覺得他 反正下次就這樣好不好 你們大家我跟你講 有沒有人是帶這個耳機在玩遊戲的 是不是常常啊 想要蓋這個技能都聽他的聲音 聲音變蓋法 那如果你帶來耳機 會不會有那種延遲的感覺 那每次塞出來的時候 哎讓你蓋進去 我跟你講 你們的耳朵 需要一款更好的耳機 你們的耳朵也有夢想 他也想要擁有一款 零延遲的藍牙耳機 我馬上呢 就推薦你們一款 好那今天呢 這個一字排開啊 你們看到這邊有很多的耳機 那今天呢 我就是來介紹耳機 我呢平常呢 就蠻喜歡用一些藍牙耳機啊 這些呢都是啊 貨真駕駛啊 每個打開裡面啊 都有耳機啊 不是這個空殼來拍而已啊 那用藍牙耳機呢 我通常呢 要嘛就是奇特的時候戴著 要嘛就是運動的時候用 還有呢就是有時候打遊戲 跟這個隊友語音啊 或是你要聽遊戲的聲音 或是你在外面 要帶藍牙耳機 可是呢 藍牙耳機呢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點 就是它的延遲比有限耳機來的高 什麼叫做延遲呢 比如說我今天在玩吃雞啊 我這一槍 打出去 你會啊 先看到別人倒下來 然後才聽到 砰一聲 不過呢 零延遲呢 不要說零延遲 延遲低的耳機就是 砰然後它就跌倒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來介紹一款啊 零延遲啊 真的是幾乎是零延遲 它是世界上喔 延遲率最低的一款耳機 這款耳機呢 它是為了遊戲而生的啊 那它的音質聽起來也很不錯 那我今天呢 就要用一種啊 無線耳機愛好者的心態啊 去比較一下這一款耳機 那我之前呢 也有使用過AirPods 可是呢 我剛才緣分啊 已經近了 所以呢它就消失了 AirPods的延遲呢 大概是180毫秒 而今天我要介紹的這一款耳機呢 它的延遲呢 是54毫秒 它就是世界上延遲最低的耳機 重點是大家聽到這個會講說 哎呀比AirPods好像更猛 那是不是更貴 這個價格我們晚一點再跟大家講 但我跟你講 絕對便宜 一半以上 好那今天呢 要介紹的就是這一款耳機 XRUN這品牌的AZRO 我很喜歡它的外型 耳機除了音質以外 外型呢 你戴起來像助聽器 你也肯定不想戴吧 對吧 而且呢重點是實用性 它的這個平面設計 讓我在騎機車的時候 戴安全帽 它不會把我的耳朵壓制著 壓制住我的耳朵 再來呢 它的這個弧度設計 我就先跟大家破梗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個角度是低於90度的 它有助於我們在講電話的時候 有一個被動降噪的功能 讓對方不會一直在那邊跟你說 欸你說什麼 蛤你說什麼 再說一次 那當然這款耳機主打的就是 0延遲啊 它的延遲啊 它的延遲啊 比AirPods 180毫秒更低 低多少 直接變成50毫秒啊 基本上啊 你只要玩灌籃高手啊 你聽到 TEN SIDE 一般戴有線耳機 那個SIDE給它跳起來 是蓋得到 如果你戴一般藍耳機呢 可能就蓋不到 因為它可能灌下去的時候 聲音才出來 就跟我們人看到閃電 才聽到雷聲 那是一樣的感覺 但是呢 這個耳機呢 能夠讓你啊 聽到那個TEN SIDE畫面也是同步的 讓你呢 火鍋啊 蓋好蓋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耳機了 你看喔 這邊是左耳這邊是右耳對不對 啊廢話 這個左耳跟右耳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跟你講可特別啊 它的功能啊 可多啦 它的模式呢 總共有三種 有音樂模式 超頻模式 超頻模式就是遊戲模式 就是零延遲啊 然後另一個是環繞音效那種感覺 它把環繞音效做進藍耳機裡面 欸這個技術啊 至少我是做不出來啊 相當的厲害 很多的藍牙耳機也是做不出來的 好 那我們呢 要怎麼樣使用這個耳機呢 我們來看一下 左耳跟右耳 我們先來講一下 右耳好了 因為我都偏右邊 那右耳呢 你知道長按兩秒呢 就可以切換 音樂模式 或是遊戲模式 那再來呢 它這是觸碰式的 你知道呢 音量往上 你想要調高是不是 右耳這邊喔 來往上這樣滑 音量就可以調高 那往下呢 當然就是小聲一點 再來呢 左耳的部分 喔 左耳呢一樣喔 長按兩秒呢 你就可以切換成這個 環繞音效模式 還有呢 你想換歌怎麼辦 左耳這邊喔 往上 往下 就可以 好 那額外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它的 特有的APP 這個 XROUND AROAD 它自己的一個APP 從呢 手機這邊你也可以自動去切換 它的這個音樂模式 或是遊戲模式 超頻模式 就是遊戲模式 那再來呢 這個 這邊有一個EQ 可以去讓你調整 調整到個人的喜好的位置 你可以呢 一首歌然後去聽 然後慢慢去調整 那當然呢 懶人包的話 這邊也有已經幫你設定好的模式 那還有這個 腳步聲強化 假設你在玩吃雞 你要這個 聽聲音 辨別對方的 從哪邊衝進來 要揍你的話 那麼呢 這個模式呢 特別適合你 這個聲音變味 對於玩遊戲來講 也是相當的講究 再來呢 另外我要介紹的是 這個 藍牙發射器 我覺得這個地方 蠻屌的原因是 有時候我們在玩桌機 其實呢 有些桌機它是沒有藍牙功能的 可是呢這個東西啊 哇厲害了 它可以讓你啊 沒藍牙的東西啊 變得有藍牙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藍牙發射器 它有什麼功用呢 我們先看一下它這個頭 它這個頭呢 是一個Type-C的頭 顧名思義就是 它想要插在 有Type-C的洞洞裡面 那如果呢 你家像我一樣 剛好呢有一台 Switch的話 你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洞裡面 有沒有 這邊插進去 那不用擔心Switch怎麼充電 這個孔呢一樣 可以讓你接Switch的充電器 這樣你的Switch呢 就擁有藍牙耳機的功用了 哇 誰家的Switch可以有藍牙耳機的功用 沒有啊 很厲害吧 屌吧 那我最近啊 玩這個寶可夢劍盾 終於抓到 超級劇化噴火龍 刷超久的 這個呢 還有另外一個功用就是呢 它可以呢 同時連接兩副藍牙耳機 正所謂 讀月樂不如中月樂啊 我自己在那邊抓超級劇化噴火龍 多無聊 我女朋友可以戴著藍牙耳機跟我一起看 而且重點是它是藍牙耳機發射器 所以呢 它其實也是可以連接其他的藍牙耳機啊 那這個USB呢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是 它可以爛啊 桌機啊 也可以使用藍牙耳機 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用呢 一條線在那邊叮咚嗨 好那最後呢 這個小東西呢 它是一個麥克風 但是因為我個人可能 比較少會用到這個東西啊 所以呢 我就沒辦法太多的心得分享 但是它可以插在3.5M的孔裡面 然後形成一個麥克風的部分 正所謂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耳機的盒子也是相當重要 這個包裝啊 別出新材 大家有沒有看到 唉唷 這邊有一個啊 音頻在波動的感覺 我覺得設計的很好啊 然後再來呢 盒子的打開呢 這個整體的質感也不錯 那耳機就會放在這邊 耳機盒在這邊 然後呢 兩個耳機放在這邊 那再來呢 我們要討論一個性價比 講了這麼多 大家會不會覺得 唉唷 這個世界上延遲率最低的一副耳機 會不會動輒要八九千啊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大品牌的耳機啊 藍耳機動輒七八千啊 AirPods二代呢 哇 也是很貴鬆鬆啊 那以前的AirPods也要五千多嘛 那這個耳機呢 我直接跟大家講 兩到三千塊就有啦 而且啊 現在呢 算是一個優惠時間 如果能上網去預訂的話 價格會比較低啊 再來呢就是 我底下有一個優惠嘛 再填進去 再幫你省下兩個便當錢 而且還是啊 雞腿便當啊 這個耳機呢 我自己也是用了一個禮拜啊 那這個禮拜呢 我都會帶著它 騎車運動啊 那運動的時候 通常都是帶一個小時多 那基本上 耳朵不會太痛 那我沒帶過兩個小時 所以呢 我不知道帶兩個小時都會不會痛 但是我們就是 有幾分樣說幾分話 那騎車的時候 我確實也覺得 它不會有很緊迫的 壓耳朵的感覺 最後呢 我覺得它的價格還算合理啊 所以算是 真的可以推薦的一款耳機 重點是 造型很不錯 我跟你講有時候啊 帶AirPods 不是為了說 我幹它的這個音質多好多屌 只是為了裝逼而已啊 這麼好看的耳機 不帶在你耳朵上 可惜啦 下部影片結